欢迎 露丝来了 先进行我们一个专区的选择 看一下你喜欢哪一个专区呢 露丝选择了我们的佛系专区 虽然露丝选择了佛系专区 生活中的她萌萌的 但是我们在作品上面可从不佛系 每次都给大家带来非常优秀的作品 露丝饰演的角色大多都非常活泼机灵 又带着一些娇憨 生活中的她接地气又搞笑 使她成为女演员中非常独特的存在 好的 请露丝移步我们的签名版 今年露丝也有非常多作品和大家见面 包括我们的后浪 偷偷藏不住还有我们的神影 也收获了非常多观众的喜爱 所以我们也接下来期待她 接下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大家见面了 欢迎露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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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拍美照了 斑点装哈 有没有觉得看着自己的小妹妹长大的感觉 看到她 真的是 是不是 我也老了 我要反驳一下你能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人永远都不会老 我真的没褶子吗 没有啊 但单眼皮本身那个褶子上 你只会让我们笑出褶子 谁说的 没 快点 张露丝 我可没说 人家需要个话筒啊 好 好 来 我们去旁边 来 欢迎露丝 好好好 我们赶出去 稍等敌哥 好 各位媒体朋友 可以进来了告诉我一声啊 来吧 地上话筒 好 来 地上话筒 谢谢露丝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我们先给我们微博的网友打个招呼 来 大家好 我是露丝 这一套 刚刚你谁听谁说什么斑点狗 我们没说 上次说我是快乐小狗 今天说我是斑点狗 谁 你说一下 是谁 我不知道 杨迪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杨迪 我们两个在聊我脸上的褶子的事 没有 我刚刚已经听到你叫我斑点狗了 我吗 好冤啊 地上好冤 太冤枉了 我有没有真人秀麦啊 放出去 我真的没说 我说你这套是斑点庄 对 斑点庄 可以 那个可以 奶牛庄 但是非常好看 什么 不是 就是 我不讲了 不讲了 不是 斑点服嘛 这个衣服的 不如斑点狗 我觉得还是斑点狗好一点 讲一讲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忙着拍戏嘛 拍戏 又是新的作品了 刚进剧组没多久 是吗 还是拍了好一阵子了 拍了好一阵子了 又是那种 不能说 大概两个月了 两个月 又是那种不能说的 可以 可以说 稍微讲一讲 对 因为现在在拍的戏叫珠莲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期待 嗯 知道 露丝非常的贴心 她是那种开完生日会以后 还会在微博上发微博 问大家有没有安全到家的小女孩哦 是不是很暖心 很喜欢互动嘛 对啊 非常互动 非常互动 生日会当天还跟我们 另外一个节目还连麦呢 把她忙的呀 记不记得 那天本来让你还来 录火星情报局最后一期 不是 那天 那天那个信号不好 因为那个 传给我的只能有一个人的声音 所以你们在说话 其实都没有声音 乱七八糟的 破案了 但你后来看那个节目播出 看到切到你的镜头 是什么样子没 就是很丑 就是到这儿 我不同意 一直给我们展示你的发型 因为我在听 我们美女是无死角的 所以这就是露丝惹人喜欢的地方 非常接地气 非常可爱 是 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小妹妹 是的 欢迎我们的微博好朋友 来到微博之夜 欢迎露丝 再次欢迎赵露丝 我们圣典见咯 来 有请露丝进入到我们的圣典 有请 我劝你最好马上等会儿 结束工作以后写一百字 来表达一下 这个衣服到底是什么 这个衣服确实有多种解读 但是是好看的 它是 图案是那种斑点奶牛图案 好看的